无生无灭 无是无非 心是本来就有的 对不对 那么良心灭了吗 说一个人的良心泯灭了 是你暂时被这个恶性所欺所压 造成你找不到自己光明的本性 所以要真正的能够让自己的心 没有生 没有灭 没有去 也没有来 这才是学佛 想一想 今天人家出去了 我也要跟出去 其实你的心就跟出去了 对不对 好了 过一段时间外出又回来了 你回来之后想一想 我去过没有啊 好像去过的 师父问你们 你们小时候曾经去过一个地方 当时吵着闹着要去 最后去了 现在还记得清楚吗 想都想不起来了 我曾经到哪里去过的 我好像到哪个地方旅游过的 实际上 你等于没有去 你也没有回来 你这个心本来就是这样 心中无一物啊 一个事物都没有 所以 人才会踏实 师父跟你们讲得很深 是非 是从哪里来的 是你的心造出来的 你不开心了 你就有非了 你同意了 不就是是了吗 你们想一想 做人的时候 人家问你 人家问你 对不对啊 你连忙说 是 人家不就开心了吗 非 是怎么来的 不对 非也 非他莫属 非常不对 你只要把那个非拿着 接下来 你就错了 是非是非 是你自己造出来的非 明明是是的 为什么会有非呢 就是自己不懂啊 你们要学会 都是随缘 都是是 就没有非 无网无助 师父问你们 你们的心有时候觉得 东跑西颠的 人还没有到澳洲 心已经飞到东方台来了 这叫有网 然后回去的时候呢 还没有登机 就开始想自己家里的很多事情了 又把自己的心背上包袱 那么佛心是什么 就是无网无助 就是没有来过 我也没有到这里去过 那你还是老样子 就是我还是原来的我 这是佛心 师父问你们 观世音菩萨到人间来过没有 来过的 但是观世音菩萨现在在天上啊 他现在没有住在人间 当他做妙善公主的时候 是不是在人间啊 现在呢 那你说 有网有助 有网有助吗 无网无助 这就是佛心啊 佛性是叫你们在人间不求福 你们现在做什么事情都要求福报 师父问你们 师父问你们 你们求福报 求得到吗 师父告诉你们 求福报 是求不到的 你求到的福 实际上 是你本来命中有的 是你正好求 它正好来 学佛念经 只是加速你缘分的成熟 并不能让你 本来没有的缘分生出来 除非你现在正在制造这个缘分 你才会在以后得到这个果报 很多人说 我一求就灵 师父告诉你们 你们错了 一求就灵的人 他本身就有福气 明白吗 很多人为什么求了半天不灵啊 为什么他求的灵 你求就不灵呢 福报是从哪里来的 是人家前世修来的 所以不要和别人斤斤计较 今天你有这个位置 今天你有这个财富 今天你所拥有的一切 不要去斤斤计较 不要嫉妒别人 因为别人所有的一切 也都是别人自己修来的 嫉妒别人的人 是很愚痴的人 是非常傻的人啊 师父拿个放大镜 把你们的嫉妒心放大 放大之后 你们知道 你们成为什么了吗 你们就知道 你们很愚痴了 现在 把你们的嫉妒心放大 你们本来嫉妒单位里的一个同事 为什么他有 我没有 为什么他的老公有钱 我的老公这么穷 好了 这是小范围的 师父继续放大 你们去嫉妒李嘉诚好了 你现在知道 你们愚痴了吧 他为什么那么有钱 为什么我没钱 师父只不过拿放大镜 把这个事情放大了 你们马上就知道 自己很愚痴了 嫉妒别人 就是一个愚痴点 为什么叫点呢 因为有点到面 开始的时候 是一点一点的嫉妒的 到了后来 是大面积的嫉妒 听过一个相声吗 叫红眼病 什么都要嫉妒 嫉妒到后来 什么都要比人家高 最后 人家血压比他高 他也会去嫉妒吗 这是什么道理呢 就是人的愚痴 把你的双眼蒙蔽了 让你不知道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什么是你应该拥有的 什么是你不应该拥有的 整天贪心的人 就是贪心的脸啊 你们去看看 有的人的脸就是很贪啊 不管到了哪里 眼睛都是咕溜溜的 东转西转 看见吃的眼睛转 看见钱眼睛转 看见男色女色眼睛转 这种人修什么心啊 学佛人不要贪 不要嫉妒啊 师父叫你们 不求世间回报 绝对不能求世间回报 做任何事情 你都不求人间回报 经常想 我可能前世没有修好 我今世不求回报 我大不了 就是把债务还完了 就算了 如果你在人间 做一件事情 你一定想求回报 带给你的 就是失望 师父跟你们讲 人间无所求 这样的境界才会高 请问 所有坐在下面的弟子们 你们现在在求什么 每一个人都有所求 所以 你们没有一个人的境界是高的 求房子 求孩子 求车子 求地位 求名誉 这给你们带来了多少痛苦 无所求 什么都无所求 什么都不要 你的境界才会高 争吵不就是这样的吗 为一点遗产 为一间房子 为一句话 都会吵半天啊 人的气量 是多么的狭窄 人间的是非 会让你迷惑颠倒 如果很多人来跟你讲 你说这个事情 对不对啊 你很快就会 迷惑颠倒 你就找不到自己的家了 因为你懂得 这个人间 有是和非 你就颠倒了 比方说 人家问你 对不对 你说 是啊 好了 你就搞不清楚了 他是你的家人 他跟你说事情 你一定说 是的 明明是错的事情 你也会帮着家里人 你说 你是不是颠倒了 什么叫非啊 是非 是怎么出来的 因为有是了 你才会有非啊 因为你的思维 出了差错 有非了 你才会觉得 自己是对的 因为你本身 对这件事情看错了 你才会觉得 你自己是是 所以 非想 非非想 就是这样的 不要去想 什么都没想 是非 就自然没有了 听得懂吗 要懂得 迷惑颠倒 会让人 魂魄离身 很多人的魂魄不齐 实际上 就是迷惑颠倒了 被人家挑拨了 想不通 你说 你的魂魄魄不齐 你的魂魄会齐吗 被人家讲了 这个事情 气不过 哎呀 为什么他会这样 对待我 接下来 你睡觉都睡不好 你的魂魄会齐吗 见闻觉知越多 心造业就越重 觉得自己懂了 觉得自己了解了 看到的多了 闻到的多了 感觉的多了 知道的多了 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 你就造业了 你们身边的例子 还少吗 以为自己听到了 如果你听到的是邪说呢 以为自己听到很多事情 眼睛看到很多东西 觉得是对的 你就错了 师父在法会上 讲过一个故事 孔老夫子 曾经对他的弟子说 你眼睛 亲眼看到的事情 都不一定是真实的 所以 不要以为 自己什么事情 都是对的 有着 感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